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他是导演选中的紧密,男主选定邓伦他却婉拒,最终成全了杨子。 相信大家对于香蜜沉沉浸如霜这一部电视剧一定不会陌生,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看这一部电视剧, 虽然已经完结已经有非常长的时间了, 但是依然非常的有热度,还有很多人会众刷这一部剧,重温一段好时光。 说到一部电视剧,大家首先看的就是这部电视剧的演员, 往往一部戏能够火还是不火和演员,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所以导演在选一部戏的时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的时候导演可能会觉得这个演员非常的好, 但是大家都知道明星他们都有自己的行程, 有的人想要接这部戏,但是在工作上排不开时间, 有的人则不愿意接这一部剧本, 这样子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 还有就是娱乐圈里面的潜规则, 通过这种方式抢角色的事情也是经常有的。 相信大家对于湘密沉沉浸如霜中的扮演者, 都是比较喜欢的,没有说哪一个人特别的讨厌。 邓伦在这一部剧中饰演了男主角旭凤, 外形阳光帅气,演技也非常的好, 近年来他也是十分的受欢迎, 各种影视综艺资源也是不断, 尤其是在明星大侦探中他反插萌的表现, 很多人都因此而圈粉。 杨子大家对他也一定不会陌生, 很多人从小都是看着他演的电视剧长大的, 演技也是非常的好, 大家对他也是十分的欢喜。 他们两个人共同合作, 在和剧组中所有人一起的努力之下, 这一部作品近乎完美, 也让两位演员的人气粉丝数量增加了许多。 但导演在选女主角时, 其实最开始想要合作的女演员并不是杨子, 而是同样是童星出身的关小彤。 而当时关小彤正在拍摄《极光之恋》在时间上分不开身, 所以也就蜿蜒谢绝了, 之后杨子才出演了这一部剧的主角。 关小彤失去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杨子在这一部中的表现相当的出色, 将紧密给演活了, 尤其是在枯戏上, 非常的爆发力,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被感染到了, 他非常的成功。 演技非常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